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手机拿起来说我们给他拍照 其实没有给他拍照 他找了半天没找到 然后把我们搞到二楼 搞到二楼然后打电话到当地的政府 飞机飞到北京把我们弄回去 那后来直接关在警官里面去 最主要是在街站里面软禁我们 有的人已经关了五六天了 所以呢 叫什么 外国媒体就来采访 实际的拍了那个照 我们都跟他说 我们已经在里面关了很长时间了 本身应该是 他就侵犯人权嘛 不应该这样 没有什么手续也没有什么说法 就把我们软禁在里面 关在黑监狱里面 所以呢我们也提出我们的反抗 我们的反抗是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人权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人权 现在人权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对 就把我们反抗是反抗 说反抗就反抗 说抢手机就抢手机 所以抢去以后 应说 那 那上面在两点钟左右 两点钟左右 外国媒体打电话打进来 打进了我一个访命 然后那个访命是不清楚 是我接的电话 下面有两根老外 还有一个上海开了一波白的车子 在我们租近半五楼的底下 那个最西面的那个501的仓口下面 他说叫我把仓口对着那里 他说你们为什么是 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把我们拦着 他说那你们要什么 我们说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人权 后来他外国就对着我们 拍了好多照 然后不知道什么回事 我们做警官知道了 他把我们都 把我们六个人都赶下了 后来现在操声 身上什么被子 被子都站起来 腸都翻起来操 还包里都操 第一个带着的是余春香 第二个带着的是我 陈云南 然后把我们遣送 带到了 开带子 他说 就是我们做警那个叫什么 小赛东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名字 他说你们知道了 今天是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说我们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没干什么了 后来他就改善了三个 没录啊 就要讲 杨状 杨状 他说 他们说我们包杨状 然后就开始来找我了 他说 你给我拍照是吧 我说我没有 他把我手机抢去了 你翻到房间里也翻到 他说走走走 下去下去 到二楼去 下去是很耳利的 到了二楼以后 他又在翻我的手机 把我的包也翻了 包在上面就翻了 手机 把我的床从里面翻到外面 下面翻到上面 到二楼去 他说我们搞杨状 他说你们搞杨状 他说你们搞杨状 有用吗 因为救助中心 应该是救助一些脑霉腔 难民的 对 他不自然提在我们的 一没有犯法 二也没有破坏国家的利益 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 把我们关在上面 所以我们就奋起反抗 正好就是外国记者来采访 来采访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轻松的 说了出来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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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了这两句话 但是我们还是 相信中央 相信共产党 然后把他们进入 不是 咱们国家不是有规定吗 不是 就是自愿接受中间救助 你们也不是自愿的 就是强制性的 强制性的 对 他就是这就是不对 他没有权力 他这样就不对了 千万让我们去 千万让我们去 你不自愿 他就没有权力 他是调制性 也把我们捞过去的 他用过力 他们强制性 而且在里边关了几天了 我们就是去 看教医生的 对不对 跟教医生老乡分个面 在北京 我们还没到 还没到 十分钟还没到 就把我们找起来了 在路上走路 在路上走路 这么多的几个路 就 有了二十个警察 住进吧 有二十个警察 二十四个 住进吧 二十四个 十几个北京警察 北京警察 给我们住了 北京警察 看见的北京警察 十几个 还有没看见的 北京警察也犯我们 所以 我们没犯法 中国的公民 就是走路也没有人权了 走路也要被北京的警察 警察拦住 你说的吧 你说地方有邪恶 黑势力 咱们首都是伟大的首都 红色的北京 怎么也能出现这种 非法拘禁 非法关押 非法拘留 非法拘留 不是嘛 限制人的人身自由 本身 这个 接受这个救助 就应该是自愿的 对 是这样的 他们现在 到解释 让我们感到很无奈 我们无情无事 为什么到处都 受到迫害 我们谁想到激战 谁不想到激战 都是强迫进去的 其实我们改变今天 就是维权 就是要回自己的东西 我们的要求 随心放弃的东西 反对我们 我们已经满足了 国家不是提倡我们 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的合法成权 合法成权 合法 新决定是合法 我们拿起合法武器 结果又怎么样呢 尤其 游准化的手段 而且 今天两位上 文家宝也出过 保障人权 保障公民的力量 保障人权 要保障人权 我们的人权 现在在哪里 我们走路要被 这个人 来 来 来 人权 我们上次去了八个人 逃掉两个人 就是 就是我 丁君 跟 马智雪 马智雪 我们两个人是逃掉的 我因为身上多久 我们逃不了 对 全部被丁住了 我们两个人是 她生一次病 她生一次病